王岐山或出任郑国级高官 同赵乐际搭档 随着王岐山当选 中共全国人大代表 其再次出山已成定局 外媒文章分析 除了出任国家副主席外 王岐山还有可能和赵乐际同掌心成立的国监委 这样王岐山得以再次成为中共郑国级高官 目前 中共各省市的监察委员会班子已经组建完成 监察委与同级纪监委和属办公 其组成除了原来的纪委和监察局 还加进了同级检察院的反腐机构和职务犯罪侦查机构 而国家级的国监委 也将在今年的中共两会上成立 领导班子也会在人大上任命 据此前报道 国监委将与国务院平级 中共十九大使 官方曾透露国监委和中纪委将和属办公 两个牌子 一套官子 因此 外界一般认为 新任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很可能兼任国监委主官 不过 美国自由亚洲电台2月16日评论文章认为 国监委不过是中纪委的另外一块招牌 成立的主要目的是要让中纪委打着所谓 国家机构的招牌 合法的行使国家权力 而既然打出这块招牌 而且是合属办公也不排除在中纪委员班人马的基础上 配备一名国监委专职负责人 文章分析 国监委也可能设立 双手掌制 由王岐山专任该委员会主席 而赵乐际兼任第一副主席 其实 此前网络上已有类似的说法 还有猜测认为 王岐山可能兼任国监委主官 而赵乐际兼任国监委党组书记 2月14日 王岐山缺席了中共国务院举行的2018年新年团拜会 当时 海外就有文章分析 将出任国家副主席的王岐山 没有被安排做到副国级官员的席位上 可能是不想释放王岐山只能是副国级的错误信号 港媒曾多次披露 王岐山仍然列席中共政治局常委会 而政治局常委都是郑国级官员 因此也有王岐山可能出任郑国级的猜测 如果王岐山出任郑国级的国监委主官 其出席政治局常委会就会显得比较 名正言顺 还有多家评论指 王岐山可能强势付出 其权势甚至会超越政治局常委 如果习近平有意再让王岐山成为左膀右臂 在讲究论资台北的中共体制内 给他安排一个正国及职位将更加有力 其实 早在中共十九大前北京当局运作成立监察委时 外界就普遍猜测 设立该机构除了给中纪委扩权外 就是给将退休的王岐山准备一个继续掌权的退路 不过 上述所有说法还都只是猜测 这个为王岐山量身定做的职位 最终是否能落到他的头上 目前还是未知数 据此前外媒消息 王岐山将出任国家副主席 负责中美外交事务 还有海外党媒分析 王岐山可能接替李源潮 出任中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港澳事务协调工作小组的副组长 在外交领域和香港事务上发挥主导作用 如果王岐山分工如此 那么他即使兼任国监委主官 也很可能不会全权主管反腐 而是与赵乐际各有分工 甚至只是挂职 具体工作由赵乐际负责 我会想说 我们是否会认为开放任目的 我们是否会议可 那么就关闭市场 我们也会认为